近日 何佑君在个人账号上转发了清华大学图文的动态 庆祝妹妹何超新入学 还配文称 我们全家人都为你感到无比的骄傲 能在清华读研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机会 引起许多网友的热议 图片中21岁的何超新披散一头绣发 戴着清华特制的口罩和项链露出精致的眉眼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真挚的祝福 称赞赌王私房一家人都是学霸 遇到网友对妹妹本科学校的提问 何佑君骄傲地回复称是麻省理工学院双学位 最近一段时间相比姐姐何超连和哥哥何佑君 何超新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几乎将自己隐私保护得很好 似乎是决心专注学业 早前何佑君特地包下一家酒吧为妹妹庆生 可见她对小妹妹十分宠爱 不过何超新虽说受尽宠爱 但她没被养成顽固性格 从小到大十分努力 早前她靠学士才干考入名校 在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本科管理和建筑双学位后 她又顺势考入了清华大学苏氏民书院深造 主修公共政策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何超新也可以成为别人所期待的那般优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